高速公路上演离奇车祸 上一秒撞了人 下一秒却神秘消失 警方连夜追踪 尸体却惊陷20公里之外 更糟糕的是尸体损坏程度惨烈 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5年2月春节假期刚结束不久 还没等大家彻底从春节的氛围中走出来 东莞的交警就接到了电话 报案人声称自己好像在高速上撞到人了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即赶到出事路段 此时报案人刘先生已经按照规定 将车辆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上 刘先生告诉交警 就在几分钟前他在高速上行驶时 突然感觉车子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因为此时正值半夜视线不好 如此剧烈的晃动令刘先生怀疑撞到人了 但又没看到路上有人 刘先生放心不下 因此一边报警 一边停车查看 等他停好车后 果然在车上发现了不少血迹 但奇怪的是 周围并没有任何被撞到的人 甚至连车底他都没敢放过 但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如此诡异的事情发生在大半夜 刘先生瞬间被吓得毛骨悚然 警方了解完情况后 却并没有多吃惊 因为就在几十分钟前 他们也接到了同样诡异的案件 几十分钟前 赵先生从老家惠州出发 准备返回广东上班 期间他还将亲戚送到了深圳机场 然而送完亲戚后 赵先生独自一人上了高速 此时已经是深夜 看着旁边漆黑一片的山野 赵先生内心忍不住发毛 他不断安慰自己 世界上压根就没有鬼怪 然而等他刚默念完这些 突然看到邪策方闯出来一个人 由于距离太近 车速又高 因此赵先生压根就来不及刹车 狠狠撞在了对方身上 等他好不容易停下后 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等待警察过来的时间里 赵先生担心后面的车辆 对被撞人造成二次伤害 因此立即从后备箱内 拿出应急三脚架 按照规定摆放好 但由于天太黑了 小小的三脚架压根 就无法引起注意 甚至还接连被撞倒了好几次 赵先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因此就想将被撞人 拉到应急车道上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眨个眼的功夫 地上的被撞人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原本赵先生的内心就十分害怕 见到如此诡异的是 他更是吓得久久无法回神 甚至怀疑 刚刚撞人是不是产生了错觉 为此他还专门检查了 车身以及地面 要不是车子和地面上 确实有血迹 他可能真的以为 自己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很快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当警方询问被撞人的踪影时 赵先生立即将经过讲述了一遍 面对赵先生的讲述 警方也难以置信 好好的人被撞后 肯定丧失了行动能力 怎么会神秘消失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高速公路上的惊魂一幕 高速行驶的车辆上一秒刚撞了人 下一秒尸体却离奇消失 警方连夜追踪 尸体却惊陷20多公里之外 那么已经死亡的人 是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2015年2月 警方听完赵先生的讲述后 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怀疑是不是赵先生 赵氏后想要逃一编造出来的假话 为此警方还专门调取了 赵先生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视频中的内容 果然与赵先生描述的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被撞的人 究竟去哪了呢 为了找到被撞人 警方立即对出事现场进行了勘查 地上有不少血迹 但奇怪的是 这些血迹并不连续 而是隔一段路出现一点 并且很快就彻底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难不成还真的遇到了灵异事件 此时天色已经渐渐转亮 由于早就封锁了现场 因此车祸现场得到了 比较完整的保护 而警方也从不远处 发现了一件衣裳 经过对比 这件衣裳 与被赵先生撞的人身上 穿得一模一样 衣服还在 人去哪了呢 警方在周围寻找了很久 却始终一无所获 按理说被撞后血迹 应该集中在一片区域 而这里的血迹 却每隔几百米就出现一次 实在奇怪 此时一个可怕的念头 突然闪现在警方的脑海中 难不成行人被撞后 不小心挂在了过往的车辆上 被不明所以的司机带走了 虽然觉得难以置信 但这却是目前 唯一能解释的说法 为此警方立即 按照这个线索调查 他们调取了 事发路段的监控 但由于天黑路远 监控拍摄到的画面 实在有限 并且从赵先生撞人 到他准备移动被撞的行人 虽然前前后后 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 但却陆陆续续 有车辆经过 究竟哪辆车 才是拖走 被撞行人的车辆呢 警方发动了群众的力量 很快一个货车司机 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他的行车记录仪上 警方发现了 被撞人最开始的位置 他位于慢车道 与主车道之间的位置 并且当时还能看到 他似乎还在徘徊 因此那个位置的血迹 也比较明显 但很快被撞人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虽然已经猜到 他可能被其他车辆带走了 但究竟是哪辆车 又带到了什么地方呢 正当警方焦头烂额之际 突然就接到了 刘先生的报警电话 而后许多人接连报警 都表示自己好像撞人了 车上有明显的血迹 但却没有见到被撞的人 被这么多车子拖行 估计被撞人 已经凶多吉少了 果然很快警方 就再次接到报案 在深圳光明区 发现了一个 全身赤裸的男子 那么这个男子 会是神秘消失的被撞人吗 高速公路上演离奇车祸 上一秒撞人 下一秒尸体就神秘失踪 多辆汽车连缓碾压 最终尸体经现20公里之外 神秘面包车皆是最终真相 那么这场诡异的车祸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 2015年警方接到报案 在深圳光明区发现一具男尸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后发现 男子一丝不挂 浑身上下全是血 并且身上还有不少擦伤 警方怀疑此人 就是被赵先生撞的人 但此地距离车祸现场 足足有20多公里 被撞人又是怎么被带到这里的呢 经过血液对比 最终确定死者 正是赵先生不小心撞的人 正当大家都疑惑 他是怎么到这里时 一个大巴车司机 突然报警称自己大半夜见鬼了 原来大巴车司机在行驶时 突然见到前面的一辆面包车上 似乎挂了个人 起初大巴车司机以为是假人 没想到假人竟然还流血了 大巴车司机以为自己眼花了 但面包车司机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大巴车司机瞬间毛骨悚然 以为遇到了脏东西 由于天黑他也不敢跟上去细看 只知道面包车进了一个收费站 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大巴车司机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 因此就赶紧报警了 警方按照这个线索 立即调取了收费站附近的监控 果然发现了异常 这个面包车经过后 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还觉得奇怪 探头往外看 但面包车跑得太快 工作人员什么也没看到 好在监控中清晰地拍到了面包车的车牌 很快警方就找到了面包车的主人 得知警方的来意后 车主大惊失色 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然而等警方检查他的车辆时 发现彻底血肉模糊 沾了不少人体碎屑 车主差点委屈哭了 他表示当时就觉得车子震动了一下 但这种老式面包车经常晃动 因此他以为是过了一个小坑 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要是知道车上挂了个人 怎么也不敢拖行这么久 由于被撞人已经丧命 因此他为何会深夜出现在高速上 没有人知道真相了 而将他拖行这么久的面包车司机 据说因为没有及时停下查看 被吊销了一年驾照 并罚款五万 估计自此都会留下深深的阴影了吧 你们觉得这种车祸应该如何追责呢 欢迎留言讨论